重关公墓去年度族人们配合乡公所的政策 展开墓地起绝的作业 希望能够有一处面积来新建纳谷墙 而经过一年多的时间 已经完成起绝面积的基地了 而公所也在15号晚间办理说明会 来确定族人们的纳谷墙设计图腾还有样式 今年将会发包动工 而明年度就可以完成启用 重关部落去年度进行展开墓地起绝的作业 在主人们的配合之下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 已经有一处基地来作为新建纳谷墙了 紧接着旭人乡公所的生命理所 并行展开规划设计的阶段 15号晚间也办理说明会 来确认图腾的样式和外观的造型 我们公所一直在规划 规划好了以后 可能会开我们部落的说明会 就是要让我们老百姓跟公所 交换的意见 看我们这次的纳谷墙要做什么样子的 尤其是我们图层方面 当然是要以我们自己的部落来建议 也感谢我们公所 我们乡长 还有我们所有的公所的团队 这几年来为了我们树林家的纳谷墙 已经进入了第四年 目前所完成的就是我们温暖村苗文部落 现在已经是第二个部落重光 在这里也是感谢我们的乡长 推出这个政策 特别感谢的是我们村长 他日志业业都来这里 都来这边看这边的进度 希望做得尽善尽美 所以我们温暖村最快最快的就是苗文也做好了 接下来就是我们重光的 也很快就要设计 很快就要花包了 特别在这边再度的感谢乡长 还有我们的村长 还有我们的村民 都能够全体的配合 我相信在所有的村民配合之下 这边的进度应该很快就做完了 新闻相公室声明历所表示 由于重光部落主任们相当的配合 让新建纳古桥的作业提前进行 说明会流程作业完成之后 就要展开八宝石桌的工作了 预计在明年度就可以启用完工 记得终于小伙伴道